小雪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冰夫传说 做恨的人总是离我们不远 所爱的人也不能做到亲密无间 为了接替前气象站站主的工作 男主只是一人来到南极边缘的一个海岛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海里的生物不同寻常 暗藏玄机 1914年9月 气象站站长男主被派到一座荒芜的海岛 观察海风的强度和风向 上后男主看到一座灯塔 便跟船长大鼻子哥一同去观察 大鼻子哥在灯塔外呼叫 男主在灯塔外转了一圈 发现有很多木头做的防御 见无人回应 男主并撞开了门 两人上到顶楼后 碰到了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 灯塔员胡子哥 大鼻子哥的任务完成了 并要返航 留下男主在岛上进行为期12个月的观察 一晚 男主收拾东西的时候 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本日记 男主坐在火炉边 翻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照片 里面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照片的背后写着 威格德拉夫人 再往下看 画风就比较奇怪了 是一群人身鱼头的怪物 看完后 男主靠在椅子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 天气很好 白天男主来到海边观察 一晚男主正在喝水 突然门外有响动 男主以为是胡子哥 这时从门缝下伸出一只蓝色的像西脚一样的手 男主蒙踩两下 怪物缩回了手 男主意识到危险躲进了地窖里 这时可以听到怪物已经破门而入 男主从地窖的缝隙里向上看去 突然一只怪物的眼睛对准了缝隙 男主直接用锥子扎上了怪物的眼睛 没有动静后 男主赶紧用绳子绑住了地窖的入口 内心忐忑地度过了这一夜 第二天 天一亮 男主出来看了一下情况 地上有怪物的血 还有散落在地上的水果 门外自有一堆乱七八糟的脚印 最后脚印消失在海边 男主吓坏了来寻找胡子哥 然而胡子哥直接泼了一本水 说道 你应该跟着船离开的 回到住所后 男主开始做各种防御工作 给门和窗做了加固 在一个盒子里还找到了枪跟子弹 很快夜晚来临 男主趴在窗边观察着海边 通过微弱的灯光看到 两只人鱼跳上了岸 从另一个窗外看去 是一群人鱼 男主开始射击 奈何人鱼的数量实在太多 还好白天男主在门口准备了书 并撒上了汽油 一把火扔了出去 人鱼被吓坏了 而房子也烧了 男主的手也受伤了 没办法 男主披着一个毯子冲了出去 还好老天比较给力 下了一场雨 等着火完全熄灭 天已经亮了 男主上前查看房子 已经被烧得差不多了 接着男主拿着枪 在胡子哥去打水的路上埋伏 突然人鱼出现并朝男主扑了过去 男主把人鱼制服 这时胡子哥听到响声也举起了枪 说道 这个怪物不伤人 最后经过商议 男主放了怪物 胡子哥同意让男主搬到灯塔 男主来到了胡子哥住处 还带上了枪支弹药食物 这时男主问道 前战长 是不是遭遇了不测 胡子哥没有回答 他们必须马上把东西搬到灯塔 因为夜幕就要降临 到达灯塔后 男主便睡了过去 醒来后 人鱼正在舔他的伤口 这时胡子哥从外面进来 说道男主已经睡了一两天了 怪物停止了动作 乖乖地跟着胡子哥上了楼 很显然 胡子哥对他很严厉 怪物被训练得就像一只听话的狗狗 一晚胡子哥让男主准备好枪 把养的人鱼用铁笼子关起来 在海里发射了一个信号弹 这时 人鱼发射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很快 海里涌现了一大片的人鱼 朝灯塔袭来 胡子哥拼命地射击 有的人鱼爬了上来 胡子哥个个抱头 而此时的男主已经陷入了恐慌 晕了过去 第二天 男主为胡子哥一盆水泼性 接着让男主去打水 并且今晚是个男主的最后机会 因为人鱼是在夜晚出现的 他们害怕光和太阳 大水归来 男主听到楼上有动静 结果看到了羞羞的场景 胡子哥跟人鱼 呃 是个狠人 很快夜晚来临 两人再次准备好枪支弹药 胡子哥发射信号 人鱼又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接着又是一大片人鱼涌了过来 男主又开始恐慌 这时 一只人鱼从侧面爬上了一小攻击男主 被胡子哥一枪打死 人鱼的血溅了男主一脸 男主开始疯狂射击 胡子哥慢慢退到了里屋 并把门关上了 任凭男主在门外各种呼喊都不开门 天亮了 胡子哥打开门 经过一夜的战斗 男主坐在地上满脸鲜血 男主也算是正式出师了 很快 男主跟胡子哥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每天晚上都要打怪升级 日复一日 男主开始思考自己来岛上的原因 是为了能在灯塔有一席之地 而每天晚上跟人鱼作战吗 已经好几周没有收到人鱼的攻击 慢慢的男主跟胡子哥放松了警惕 这晚 两人在一起下棋聊天 男主将了胡子哥的军 胡子哥突然很激动 拿起了身边的枪 朝男主身后射击 原来是一只人鱼 人鱼再一次发起了进攻 并且规模庞大 然而胡子哥跟男主因放松了警惕 没有及时开灯 很快 怪物越来越多 他们失手了 两人撤退到了灯塔的最顶部 胡子哥在往上爬的过程中 被人鱼抓伸了腿 太阳升起来 人鱼散去 圈养的人鱼正在给胡子哥疗伤 男主便来到了外面闲逛 突然看到远处的海面上 有船经过 男主立马跑回灯塔 拿信号弹 这时的胡子哥也发现了船 等到男主拿到信号弹跑过来的时候 被胡子哥摁倒在地 说着 我知道怎么打败怪物 我来统治世界 这时圈养的人鱼出现 吓退了胡子哥 很显然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人鱼和男主的感情越来越好 但还是被胡子哥抢走的信号弹 无奈 男主只能看着船越走越远 回到灯塔后 胡子哥狠狠地教训了人鱼 人鱼被打得瑟瑟发抖 跑了出来 男主跟随人鱼 拿着一个船的模型跟他讲 人鱼好像听懂了一样 带着男主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艘搁浅的船 回到灯塔后 男主告诉了胡子哥 自己发现了一艘船 胡子哥并不惊讶 说那是葡萄牙人运送炸药的船 因为一场大风暴搁浅在岸边 男主提议潜入水里把炸药取回来 胡子哥拒绝了 这天男主正在给船刷漆 人鱼正在远处的水里游泳 男主脱掉上衣也游了过去 这被远处的胡子哥看在眼里 回到灯塔后 胡子哥突然说他改变了主意 现在就要去海里把炸药取回来 人鱼划着船来到陈海的地方 男主装着潜水服在海底运送炸药 很快三箱炸药被运送上去 此时的男主高度紧张 环补四周 突然被什么碰倒 是人鱼 男主下水时跟胡子哥约定 如果拉绳子就要把自己拉上去 然而胡子哥看到绳子洞 并没有拉男主上来 男主没办法 把牵手服脱了 自己游了上来 好在他们平安地运回了炸药 回到灯塔后 男主胡子哥买好了炸药 天空飘起了雪花 冬天来了 因为冬天食物短绝 只能有圈样的人鱼出去寻找食物 这天人鱼外出回来 只带回了几只海星 胡子哥发怒 打了人鱼一顿 男主及时制止 胡子哥制裁停手说道 要引诱人鱼靠近 然后用炸药炸死他们 他们打开门 把提灯放在门口 男主在一楼引诱人鱼 胡子哥在塔顶巡视 很快夜幕再次降临 这样的人鱼也含泪水 发出那奇怪的叫声 突然门口的提灯熄灭了 男主下来查看 拿回提灯重新点亮 一转身 门口站着一个人鱼向他扑来 就在人鱼要咬死男主的一瞬间 男主奋起反击 刺死了人鱼 这时候 人鱼又大规模地来袭了 经过男主的引诱 现在只要按下炸药的按钮就可以了 但是 无论胡子哥怎么按 根本就没有效果 原来是没有连线 在胡子哥的掩护下 男主连上了线 随着爆炸声 人鱼们被炸了个干净 圈养的人鱼也跑了 这天胡子哥喝了很多酒睡着了 男主在他的床边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在小屋里的那个女人 而旁边站的男人正是胡子哥 男主若有所知 难道他就是前气象站站长 男主来到海边 一个人鱼小孩出现了 男主为了表示友好 把手里的火棍放在了地上 这时当初被圈养的人鱼 带着一部分人鱼过来了 想要示好 这时胡子哥带着枪突然出现 想要开枪射击 这时他认出了那个人鱼 接着发疯式的自言自语 跑回了灯塔 男主跟人鱼都以为胡子哥同意休战 没有想到 胡子哥一回到灯塔 便开枪打死了小人鱼 人鱼们都被吓回海里了 男主气愤地跑回灯塔 两人打了起来 然而男主不是胡子哥的对手 就在拿起斧头砍向男主的一瞬间 男主说道 他不是杀人犯 胡子哥停了下来 嘴里说着 爱 爱 爱 别走了出去 刚出门 便被人鱼囤囤围住 男主关上了门 不知过了多少天 来了一帮人说 要找气象站站长 他们从床上把男主叫起来 问道 气象站站长呢 而此时的男主形象 已经跟胡子哥没有什么两样的 男主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远处 就像他当初来到这里时 跟胡子哥的反应是一样的 逃避世俗的人 为了自己的私欲 囚禁人鱼 人鱼为了拯救自己的伙伴 发动攻击 却攒遭人类的迫害 人类总是这样 以自我为主导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残害其他生物的生命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关注呀 我们下期更精彩